写字的支撑点 什么叫写字的支撑点呢 因为很多小朋友写字的时候 写出来的字是抖的 所以我们要来教一下 要怎么样写才能让它不抖 那支撑点简称支点 那就是我们靠的地方 所以很多小朋友不知道 或是因为年纪比较小 所以比较不懂 老师来解释一下 那因为学校是写两公分的字 所以有点偏大了 那老师前面有一个影片 握笔的老师已经教过了 支点会靠下面这两支这边 那什么叫支撑 就是让他不要动 那写两公分小朋友中间就会抖来抖去 因为他没方向感 老师大概示范一下 这还不会很抖 有的小朋友抖的更夸张 因为他们写字很用力 好来 所以支点呢 我们握笔的支点就这三个 一二三 老师的手比较高 可以比较大 可以高一点 那小朋友因为比较小 又要写两公分的字 他写字的范围就不长 所以有时候可能支点要移动 那支点这里要不要移动 是根据字的大小来决定 或者是你的手的大小 那原则上铅笔我们设定它 比较小 所以这边要撑住 要撑住 好来老师示范写一个正确的写法 好写的时候 然后这边不动 小指这边靠着 然后上面这里移动 摆动一下 那你写一的长横的弧度 就会好看 你只动这里 好就好像用圆规画圆 圆规就是 小学大概三四年级会上到 会用圆规 你把它定住 这里定住 然后这边是移动的 然后他就不会乱跑了 好我要写了 好 好大概是这样子 有看老师写吗 好再看一次 好我只有 哪里移动 这里移动 老师因为有做轻重 所以看起来是这样子 好这里 这里撑着 这样子画 有没有看到这个移动 慢慢拿起来 拿起来 好那这样写不准 我们要看说 学校两公分的字 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从四到十六 好想一下 五在这里 四九 停 手 停 好所以老师写还可以 老师的手 老师的手是大人的手 所以可以写到这么长度 这里靠着 你看老师在写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好再看一次 好再看一次 四号九了 停 停 好慢慢拿起来 好 小朋友需要多多示范 老师再写一次 如果说老师我都看不懂 太快了 那你 我再写慢一点 那你就把影片放到 再放回去 从前面再开始看 那不会使用的话 请家长帮忙 老师 小朋友说老师 写的我要多看几次 要怎么弄 好开始 我写在这里 停 走 停 好拿起来 好就是这一栋 那问题来了 小朋友手很小 可能就写不了那么长 所以 可能会稍微移动一下 这时候支点就会在这里了 老师讲一下 我示范 就是这边 这边这边不是支点 这边要稍微移动 好来 从这边看 好 如果小朋友的手很小 不行的话 你这边要开始移动 有没有看到 因为老师要这样录 在这边 方便小朋友 可以看得清楚 这边的手 如果老师这样录 怕看不清楚 还看得清楚 好那我从中间录 如果 我这手很小 不行了 好 这里要移动了 你看我已经移动一点点了 这时候支撑点 就会在这里了 或这里 老师写一次 从这边开始 这边可能要移动一下 所以小朋友 因为年纪小 不懂这个原理 所以他知道了之后 他就会更容易写出来 我有动了 到时候这边就是依靠 可以靠这里 那写书法呢 如果写书法更大致 那他的支点就在这里 这里撑住 就要这样动 整只手都在动 但是他会有一个支点 这里 那如果用悬背写 就在更上面 就在肩膀 所以我们就是随机调整 他如果越大致 那你的支点就一直往 肩膀靠靠靠 一直往上靠 那这样我们写字 有支撑 写字才会漂亮 好我们这边就到这里